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局長你回那個位置上 我是這樣想 我覺得張花冠委員的那個第八條其實比較 內容比較多啦 比較具體 但是我是個人舉一個我這邊的例子 還有你高智鵬委員的例子 李敬英委員的例子 我們大家想一想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任用 以及這個 猜測 有時候你自己的主管 或你自己的用人單位 其實如果你客觀 的話 你其實很清楚你自己員工在不在 適不適任 你今天找了一個這個客觀的這個學者專家來 去做這個評鑑 到底會不會適合 因為你現在如果我們要通過 我是覺得前項都沒有問題 但是最後我是覺得 表達到這個不是很 感覺到不是很有信心 就是說 比如說我辦公室好了 或我們高委員辦公室好了 我們現在一個人有八個公費助理的原額 他們到底表現得好不好 其實我最清楚 要不要繼續續聘他們 任用他們 或要免用他們 我自己最清楚 你現在叫我找一批專家學者來評估 我這八個公費助理 坦白講我還滿有壓力的 我不曉得這個 原何評鑑 那這樣講比較有道理 因為我可能在這個部分有一點誤解 那如果是 這一個部分如果說能夠 是剛剛高委員這樣講 我們不用去擔心的話 那張花冠委員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按照他的條文去通過 可以啊 你可以嗎 可以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比較具體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尊重張花冠委員的意見 謝謝 謝謝